第十屆的香港動漫電玩節的會場 相信大家都走了很久了 都買夠東西了 如果是買夠東西的話 就可以分房間來到主舞台 我們即將將會舉行一個 Nego的頒獎典禮 其實在我們過去一年 四天的動漫節 今天是第五天 其實大家都經常需要 排隊進來這個會場 進來會場之後 有很多攤位都要排隊才能進去 當中有一個 打了三個蛇餅 這麼多才能進去 但這些朋友仍然落錢不平 仍然很有耐性 很有耐心 慢慢等 最終可以進到攤位 去參觀裡面精彩的展品 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在很多的報章雜誌 和之前很多媒體都不斷地報道 沒錯就是Lego的攤位 在會場正中間 一個很大的攤位 裡面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展品 和精品的Lego 在裡面展出 那為什麼 裡面的攤位有什麼魅力 為什麼那些人 仍然排隊排這麼久 仍然都是 喜歡進去參觀的呢 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不如這時候 我們請Lego的總監 Peter Bone 上台 陪我們講一下 當中有什麼玄機 在裡面 我們有請Peta Pet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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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a 剛才我講了這麼久 那些朋友呢 為什麼 排了這麼久 仍然都要進去Lego的攤位參觀 裡面有什麼 這麼好看 這麼精彩呢 其實 其實很簡單 因為裡面就有 我們Lego 所請的十位比賽的人馬 他們去砌了十個 不同的特景 而他們是用Lego Frexy 做出來的出神入化的特景 即是我們有十位的朋友呢 就用了一些Lego 就是用了很多Lego 所以用了很多心機呢 才砌出這個實景出來的 是嗎 是的 除此之外呢 我想一件事就是 我們香港人 用我們香港人的創作力 做出來的模型 一個香港的 拼制比賽的一個特色的模型 是嗎 是的 那其實呢 我知道呢 這個比賽呢 都不是第一年的舉行 之前呢 都舉行過的了 那我知道呢 有些片段呢 是給大家看一看的 那不如呢 我們呢 這個時候呢 看看你的片子 那這個是香港特色 由我組的Lego的平制比賽 那大家看到這個呢 就是 2004年第一屆 香港特色平制比賽的 冠軍作品來的 哇 相當之漂亮啊 相當之精細啊 那不如這個時候呢 我們請一請出 第一屆這個香港特色 拼制比賽的冠軍 他就是 史萊達 有請史萊達 嘩 史萊達 你好 大家好 我看到你呢 剛才手上都拿了少少少的Lego 那這是什麼呢 其實呢 比較一些生活化的創作 那有壽司 那有一個 無面超越的 的感覺 是 都 相當之 脆智商特別 Lego呢 這個可以發揮到無限的創意 那些鏡頭呢 可以呢 仔細一點去看清楚那個壽司 我就覺得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特別 可以給觀眾計清楚 我眨眼看下去 還以為是真的壽司 那些蟹子壽司 有些手捲等等等等 是咬下去也可以 幫我咬崩咬 哈哈 哈哈 我們再給掌聲 小萊達先 謝謝 謝謝 我們這時候呢 就跟小萊達聊聊 其實呢 以我所知呢 就 在Lego 界當中 稱你做 神級的 就是 殿堂級人馬來的 大家都去殿堂了吧 大家都去玩一下 其實呢 可不可以去分享一下 就是你玩Lego的一些心得 以及 就是為什麼會 這麼鍾情於玩Lego呢 鍾情玩Lego 因為小時候 喝奶粉 送Lego 就玩到大了 那時候 就是很難 儲錢買到 太貴了那時候 那漸漸帶個 出來做事呢 賺到錢 那就可以慢慢買回 以前買不到的東西 另外玩Lego呢 可以 任自己 創作 什麼都可以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可能做得到的 玩Lego 什麼都看得到 只要自己有心 就一定看得到的 那不怪之呢 他們稱你做 神階級的代表了 嘩 真是認真厲害 那不如 你再說一下 其實 究竟你 立即是不介意說的 可能有發露少少年齡的秘密 那 其實玩Lego 玩Lego 玩Lego 很多年齡呢 小弟都三十多歲了 玩了都三十多年了 嘩 有三十多年經驗 難怪之有這麼高的水準 那所以呢 如果各位現場的朋友 如果都想 有興趣 就是 學一下 那這樣 做Lego 就可以現在開始 一起去砌Lego 那 講了這麼久呢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又 講一下 今屆 你是一個 第一屆 04年的代表 你覺得今屆 的Lego 的參賽作品 你的看法 怎樣覺得 水準如何呢 相對04年的那屆呢 今屆的水準是高了很多的 首先 你看一下 只是玩燈光呢 每個都已經配備了很好的期待 帶出的效果更加完善 你看看 聽不聽的技巧呢 比之前進步了很多 相對來說 其實是最多了很多很多 很精彩 那就是啦 就是之前呢 有 就是 朱鎔在前呢 有這麼多 就是大師級的10個在那裏 相信那些 參賽者呢 都收了不少的經驗啦 所以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那幾屆呢 都會 這三賽的水準呢 都會越來越高的 OK 謝謝兩位 兩位 請留步啊 接下來呢 因為呢 我們會請出 今次比賽的10強呢 就出來呢 就和大家呢 就見一下面的 好了 不如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請10強的 首先有一位就是 Wincent Jack 那他的參賽作品呢 就是 Mini版的 Time Square 第二位呢 就是 Danny Chow 他的參賽作品呢 就是 歷史堂樓雷生春的 第三位呢 就是 Alex Hoy 他的作品呢 就是 關仔莊士敦道的 龍門大酒樓 第四位呢 就是 Annie Hope 他的參賽作品就是 赤柱的美利樓 然後 然後 我們有請 Anthony Lau 他的作品呢 就是 開心奇妙主題公園 然後 我們請 李兆軒 他的參賽作品是 半島酒店 是 軒仔 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 Billy Lo 他的參賽作品是 五支奇肝 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 他叫做 焦強 他的參賽作品是 我門的 尖沙咀中流 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 Liu Wong 他的參賽作品叫做 回歸 現在 還有十強 他就叫做 汪玉昌 他的參賽作品就是 香港禮登府的 好 謝謝 不如這個時候呢 我就跟 族位的參賽者 聊天 就說一下 他們的 一些的 作品的 心得 還有製作品的 什麼困難 不如我們給個 咪來 OK 謝謝